例如5.10,我們嘗試做些分部份的題目 先看A部份,A部份是沒甚麼難度的 先抽題目 我們看看,今次叫做Evaluate 即是要計算,計算限定10 to infinity 先看它是份數 如果你把無限代表是無法計算的 會變成無限,很快無限 但是,我們可以做約選 看看次方,下面是一次方 上面有個開方,之前提到的開方是二分一次方 二分一次方,裡面有個二次方 即是這個,你可以大約當它是一次方 所以這兩個,待會約完之後 會有答案出到 然後,Limit 10 to infinity 的做法 就是把它變成1 over 所以,你可以選擇上下一齊除x 或者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x 放入這個開方 開方是二分一次方 所以,逢所有東西塞進去開方 都會變成雙倍的次方 即是會變成乘二,x的二次 然後,由於上面是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它做三個分數 加,減 跟回它的加減符號 x二次 所以,我們再選擇 就變成4 加3 over x 減了 over x 二次 現在,我們可以把10 to infinity 塞進去 開方是繼續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每一個東西塞進去 把每一個東西塞進去 這兩個東西都是1 over 無限 即是會變成0 所以,把10 to infinity 塞進去後 只剩下開方式 即是2 好,第一題 計算的答案是2 我們要計算b part b part hence 即是我們必須用A part 去幫我們計算b part b part一樣是計算一個 Infinity 的項目 就是一個開方式 減2x 我們繼續考慮 我們要Hence 即是找到AB part之間的關係 這次也很明顯 整個開方式是相同的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一個分數 而這個 不是一個分數 如果你嘗試把這東西塞進去的話 上面是無限除無限 這次是無限減無限 我們在無限減無限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學過任何方法 但是處理無限減無限 所以 我們都要見機行事 看看這題先 這題 開方 又是減數 又是兩塊 其實有機會 想我們用A-B A加B 等於A2-B2 如果這題用這條式 我們又要預計一下 會得到甚麼 A對整塊開方 我們會得到A2次方 剛好就拆開了開方 而2X對應B的話 會變成B2次方 即是4X2次 這個4X2次是減法 又會跟這個4X2次 剛好相約 所以我們說 在這兩個顯示的支持下 我們就說 這條式有機會是我們的方向 我們先試一下去做 好 B部分 先抄題目 我們說前面是A 後面是B 所以這個是A-B 現在欠一個A加B 所以我們就要無中生有 送給它 先抄回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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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強行送 所以我便勉強送一個給它 把中間由減變成加 但重點是我們送完給它的東西 要拿回 今次用乘法送給它 就是用除法去拿回 我們一個乘一個除弱 即是表示我們沒有影響到答案 好 我們繼續去做 剛才先寫這條式 上面是A-B A加B 所以會變成A2-B2 A的二次 即是剛好弱了開方 即是4X2次加3X-1 減 B的二次 B的二次 即是2X的二次 即是4X2次 下面呢 繼續照抄回 因為沒有事發生過 然後呢 上面呢 我們發現 有些藥鹹 裡面的蝙蝠有限 我就這樣拆掉它 好 接著來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想想 又可以想想 怎樣做 第一件事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是一次方 這個是一次方 這個是可以當作一次方 因為二次方可以開方 所以正常做的方法 就是上下一起除X 另外你知道 如果我們這個除了X之後 其實它又會變回A部分的樣子 其實呢 即是表示我們應該就在正確的路上面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上下一起除X 那就結束了 上面除X 那個除號呢 即是份帽又可以派給這兩個東西 所以前面 就只有3 後面呢 變1-X 後面 又將份帽 派給這兩個東西 下面呢 只剩下X 後面只剩下2 好了 那我們呢 終於剩下A部分的東西出來 這塊東西呢 如果把限定派進去的話 根據A部分是2 這就是個數字 這就是個數字 1-X 派了限定派進去之後 會變0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做到了 其實這塊東西 派完限定派後 變3-0 下面是2 加2 即是3-4 好 接著呢 C部分就說 要用B部分的答案 以及今次要給貼士 用Substitution 我們要去計算這塊東西 但是呢 就算它不給你這句提示 也好 其實你也猜到它出來 為什麼呢 其實那些牽事都給你了 第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Limit 今次由正無限變副無限 第二樣東西 今次有部分的正負號是不同了 今次呢 原本是減2X來的 它的2X變了開頭 隱藏了正號在那裡 以及3X會有正變副 你會發現 有兩個東西 正負沒有變 X二次正負沒有變 很簡單 負負得正 1 因為沒有數字代 所以正負又不變 所以你會看得出 其實所有一次方的微之數 都會有正負負 其實就是提示你 我們要代一個微之數 是等於負X 按照它這樣說 C part 先抄題目 Limit X tend to minus infinity 然後根據題目的指示 我們要代數 代U等於負X 當然可以寫完 即是X等於負U 好 我們便會變成 逐樣轉 首先Limit X tend to minus infinity 現在U 會變成負X 就是負負得正 今次是負負得正的 這次會變成正的 然後 X 代負U 所以應該會變成 2次負負得正 所以這次負負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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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負負得正 會變成 加3X 最後是負負得正 最後是負負得正 這東西 即是B part 這兩東西 前後調轉了 所以根據B part 我們便知道 這塊和B part 是否一樣 答案是3X4